浩盛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 搬来跟你一起住吗 就是因为你真实 可靠 能带给我安全感 可不可以跟我说实话 你们到底做什么交易了 没有交易 还是不想说什么 好 我走 方向 我把王立公司的股份 来给江琪了 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你知道你这么做 会给你哥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可如果要是我不这么做的话 江琪不肯跟你离婚 可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要把你哥牵扯进来 如果江琪为了这个事情 再把你们的公司搞垮了 这对你哥太不公平了 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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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还在说我哥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 还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 能够在一起吗 那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就牺牲你哥 你不是到江琪在利用我们吗 我不怕江琪在利用我 反正他现在同意跟你离婚了 到时候你跟他办完手续 咱们俩就结婚 你就是我的合法妻子 没有任何人能够分开我们 江琪也不能再折磨你了 好 好事 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 等我和江琪办完离婚手续以后 你就把这件事情跟你哥坦白 你可以做到吗 能 真的 我骗你干吗呀 吃饭吧 你为什么忽然图允离婚 是不是跟昊胜做了什么交易 不用问那么多 回头你就知道了 走吧 别耽误时间 别耽误时间 好了 打电话吧 盛晓胜 就差临门一脚了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打退档果 我要看到他们出来 看到他们手里的离婚证 我才会打 盛晓胜啊 我以为这个事是啥 救我无情 没想到 你比我还无情 为了自己的幸福 连自己大哥都出卖 你可真是让我大推眼界啊 既然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准递 就少说两句 我来就说三船 那种这种之后 没人 我给你作事 你送个小丝 我把小丝 就这种设计 跟二舟 现在可以打电话了吧 打呀 盛盛 这事你也知道 如果惹急了姜总 你知道什么下场 喂 孙中便吗 是 我是沈浩盛 那份生命 可以发了 好 开车 红的 等等 我要下车 沈浩盛 在报纸印刷之前 你哪儿也不能去 你必须跟着我 你放心 我说过的话不会反悔的 让我下去 沈浩盛 你最好乖乖地听话 你要是惹急了我们 打你个鼻青脸肿那都是青的 你信不信我让方向守活寡 那让我再打个电话 行 只要跟报社无关 随便你的 喂 浩盛 你在哪儿呢 什么时候回家 我这儿遇见一个老朋友 好久没见了 想聚一聚 本来呢 今天应该好好陪着你的 给你庆祝一下 可是我这实在是走不开 不好意思啊 等我明天一定好好陪陪你好吗 好 那你早点回家 好 先这样 买车 龙子 好巧 这浩生在哪儿住 你到底打听到没打听到啊 没有 这就说了 这现在连人都找不见了 要不这样吧 我知道他上班的地方 我明天 去到公司门口等他 好 你就到公司门口等着他 你见到他 你跟他说 妈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说 让他一定回来一趟 这么多年 没见过你这么着急的 你这个样子真让我心疼 您放心 明天我一定等到他 带他回来见你 好 一定 吃饭 来吧 来吧 别愁眉苦脸的 喝一杯吧 还挺能喝 好 喂 杜哥 报纸开始印刷了 好好好 刚见到消息 报纸已经开始印刷了 行了 你小子可以回去了 笼子 把手机给他 好 来来来 你们都过来 你们看 什么事 邦力集团审是兄弟 反目成仇 这审好胜 是不是疯了 这种事也做得出来 他哪是疯了呀 我看他就是个没人性 都说了 把火星兄弟上阵父子里边 他倒好 这么说他哥 简直是丧尽天良嘛 是不是 是吗 兄弟之间 有点矛盾很正常 哪有在报纸上发声明 断绝兄弟关系的